欢迎回到课堂 下面咱们进入这个的第二个环节 叫相似以及相似对角化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一个矩阵能不能对角化 绝对是个重点 咱们先看一下什么是相似 这样来看 给出两个矩阵A和B 如果存在着一个可逆矩阵P 这个P得是可逆的 如果存在着一个可逆的P 使得什么呢 使得P逆AP等于B 我们称AB相似 G为AE1 这个B 就是咱们高等数学中的那个等价的符号 这样来说 这是A和B相似 咱们在前面讲矩阵等价的时候就说过 咱们这个记号 跟同纪的这个教材的记号有所不同 包括等价的符号 相似的符号 和合同的符号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按照咱们口研的考试大纲 所写的这个符号 你不要管书上怎么写的 相似就是一弯弯 等价是下面加两个 加个等号的形式 好 既为A和B相似 那么咱们再看 相似的性质 如果A和B相似 那么A和B的行列式一定相等 为什么相等 你背 AB相似 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可逆矩阵P 使得P逆P等于B 大家两端取行列式 两端取行列式 是不是P逆AP 它的行列式 等于B的行列式 然后大家在这个地方 背一下行列式的性质 A乘B的行列式 等于谁 各自行列式相乘 是不是P逆行列式 乘A行列式 再乘P行列式 等于B的行列式 然后咱们前面讲过逆 逆的行列式 跟它本身 是不是互为倒数 所以是一 那就是谁 那不就是A的行列式 将等于B的行列式 证完了 所以相似行列式相等 还有相似质相等 还有相似的话 他们的这个行列式相等 也就是谁呢 也就是特征之相等 相似还有什么呢 既相等 你想一想 特征之都等了 特征之相等 那么特征之相加 当然相等了呀 而特征之相加 那你想一想 回到咱们上一节讲的 特征的性质呀 特征之相加 是不是就是对角线 元素相加呀 所以特征之等 他们对角线相加等 或者说呢 这个地方也可以呀 那行列式 是不是等于特征之相成啊 特征之都一样了 那相成在一起呢 也一样啊 所以只要特征之相等了 那是不是这个地方 行列式也相等了呀 所以这就是以后 我们用的这个 谈到相似 马上反映出 这呢几个结论 在咱们教材的124页 写到了定理三 定理三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定理哈 说如果A和B相似 则这个行列式相同 从而它有什么呀 相同的特征值 定理三 但是书上呢 并没有写 其他的这几个性质 但是考研中 咱们总是用到的 千万注意 这几个性质是什么呢 都是一种单箭头 都是单箭头 曾经在2001年 01和02有一年 这有一年呢 是考了一个 代数的一个 举反例的题 举一个反例 就考过一次 举反例 举什么反例呢 就举一个 他们两个的特征之相同 他们的质也相同 乃至他们的行列式合计 这四个都相同 但是就是不相似 举反例 满足这四条 但是A和B呢 它就是不相似 哎 当年考过一次 举反例 到时候咱们复习到 那个要做真题 会做到这个题 就这样来谈的 咱们现在呢 就是只要承认 这个地方呢 记住 都是单方向单 相似能推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不能保证相似 那么这些事情 能干什么呢 这四条 能帮我们定参数 还是那句话 以后大家面对的 相似对了话的题 和二字形的题 里边都是要有参数 难为大家 所以第一步 永远先把参数 敲认下来 怎么定参数 用上节 咱们讲的 那个特征值的性质呀 特征值相加 等于对角线相加呀 特征值相乘 等于行列式的值呀 再结合咱们今天讲的 这个地方 相似的性质 A和B相似了 反映什么呀 反映咱俩的行列的相等呀 反映咱俩的 智相等呀 反映咱俩的 行列式相等呀 反映咱俩的 这个G相等呀 所以总是用这 很多的性质 帮我们干一件事情 定参数 就是定参数 好 这是性质 再往下 咱们看一种特殊的情况 相似对角化的问题 刚才谈的是什么呢 是A和B相不相似 这个B呢 是一个一般的矩阵 谈它呢 比较困难 不好去谈它到底什么时候相似 什么不相似 研究起来非常的啰嗦 但实际上呢 研究起来意义也不大 你把一个矩阵 跟它变成另外一个矩阵 那个矩阵如果没有特殊的 那有什么用啊 那研究谁呢 研究一个矩阵 能不能跟对角阵相似 这个地方有很大的意义 因为对角阵呀 它有很好的性质呀 你想不想起来呀 对角阵 假如说Lamta1 Lamta2 Lamta3 什么性质呀 比如它的N次方 是不是就是对角线的N次方啊 什么样谈的呀 比如它的逆 是不是就是对角线的 对角线的元素取个倒数呀 很多呀 比如对角阵相乘 是不是对角线的元素相乘摆上去呀 所以对角阵作为一种特殊的矩阵 它有非常好的性质 所以我们就重点研究 如何把一个矩阵A 化成一个对角阵 那么有个前提了 这个A 它能不能化成对角阵呀 如果不能 那你就不要谈了 如果能 它需要什么条件呀 所以现在先找 一个矩阵 跟对角阵相不相似的条件是什么 有两个冲要条件 和两个充分条件 看 第一个冲要条件 A和对角阵相似 这是冲要条件 双剑头看 等价于 这个A 有N个线性无关的特征相量 N个线性无关的特征相量 这一条 就是咱们书上的 125页的定理四行 定理四写到了 125页 定理四 N皆矩阵A 与对角阵相似 就是A能对角化 充分必要条件是 A有 N个线性无关的特征相量 这个定理不正 直接用 那再往下来走了 大家看 前面咱们讲过 讲过什么呢 几重特征值 是否最多有几个线性无关的特征相量 好 那你比方说 A的I重特征值LamtaI 这个LamtaI是I重 按照刚才上几个讲的特征值的性质 I重特征值LamtaI 是不是最多只有几个 是不是最多只有I个线性无关的特征相量 好 那你想一想 那么他呢 LamtaI它是最多 它至多 一般来谈 至多有I个 无关的特征相量 好 那这个时候 它什么时候能相似呀 你比方说打个操控 A是三阶矩阵 LamtaI等于LamtaI等于1 LamtaI等于-1 好了 大家想 咱们前面还讲过一个性质 特征值如果不同 特征相量一定先行无关呀 这个1和-1不同 LamtaI等于-1 它自己一定有一个特征相量 好 那么这个1呢 这个1是一个二重根 那么他要想能对角化的话 是不是这个1 应该对应几个无关的特征相量 是不是应该对应这两个呀 一个叫α1 一个叫α2 好 如果这个1 有两个无关的 再背结论 特征值不同 是不是特征相量 天生就无关了呀 由于这个1和-1不同 所以这个α1 α2和α3 是不是本来就是无关的呀 所以你看 这个时候 是不是它就有 三个无关的特征相量了呀 那么根据第一条 是不是能对角化了呀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这个1虽然是二重根 它可能会产生两个无关的特征相量 它又怎么办呢 它也可能只能产生一个无关的特征相量 那如果这个时候 二重根只对应一个无关的特征相量 那么人家这个-1 永远有一个呀 α3 但这个时候放在一起呢 你只有两个无关的呀 那没有三个呀 就不能对角化了 所以大家看 从这个地方出发 我们就知道了 那如果特征值有重根的话 如果有重根 它可能能对角化 也可能不能对角化 那到底能不能得看谁呀 是不是就是看这个重根的个数 等不等于线性无关的特征相量的个数呀 所以就这句话了 你A重特征值 应该怎么办呀 应该有 是不是 有A个线性无关特征相量 你二重特征值 如果有两个无关的 你就刚好能对角化 你二重特征值 如果只有一个无关的 那你就不能对角化呀 因为咱们知道 你A重特征值 一般来说 你是至多有A个 你不是说恰有A个 至多有A个 可能有A个 也可能比A个小 那能不能对角化 就是得想要这种情况 理想的情况 你A重根 就得有A个 线性无关的特征相量 好 这句话翻译出来 大家看 这个LamtaI特征值 它的特征相量由谁提供呀 特征相量αI 是不是解方程啊 是不是由LamtaI E-AX等于0 是不是由它所提供啊 是不是它来提供你的特征相量 你说是不是个道理啊 好了大家想 其字方程组 它有多少个线性无关的解呢 咱们讲过呀 或者说 它应该找几个解 表着所有的解 那几个解是无关的呀 其字方程组 它本身有多少个无关的 它本身是不是有N-G-A LamtaI-A 是不是它本身有这些个无关的吧 这是确确实实的 这是实实在在的呀 你这个其字方程组 它确实理论 就是实际上 它实际上 它实际上 有这些个线性无关的解 也就是有这些个线性无关的特征相量 而我们想要有多少个呀 是不是想要有I个呀 这是想要的呀 所以 那我们就这样谈了 所以它能对角化的话 那就是 这个I重根 得达到有I个无关的特征相量 就这个等式了 你看这个地方 这是实际上的 实际上 有N-这个质这些个 那理论上呢 是不是理论上 要它有这个I个呀 所以 得画个等号了 那如果实际上提供的 跟你理论上想要的 能相等 这是不是达到了 I重根 有I个无关的特征相量 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能对角化了呀 所以如果有重根的话 大家就去检查 这个等式成不成立 如果这个N-这个质 等于这个I 你能对角化 如果不能等 你就不能对角化 不能等的话 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这个实际上呢 永远怎么样啊 它永远不会超过理论上的呀 因为这个I是最多的呀 你I重根最多有I个 你这个左边是实际上有这些个 是不是实际上的个数 不会超过理论上的呀 所以能不能对角化 就看什么呢 就看这段取不去等号了 如果取等号 那你能对角化 如果取小一号 那就不能对角化呀 所以这一条 理解一下 实际上有这些个 但我想要I个 所以就看你们两个 到底等不等了 这里有重根的时候 这个道理看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 书上也写的 就是如果有重根的话 怎么办 你看 这个125页 125页 最下面两行 说 当A有重根时 它不一定有N个五万能量量 从而不一定对角化 比如他猜取了什么呀 还取了利六这个题 你可以往前翻嘛 利六这个题 说什么 确实找不到三个 信息五万能量量 因此不能对角化呀 这样谈的 但是书上呢 并没有形成这个定理的形式 我给你写出来了 所以以后大家记住 这一条是最本质的 它是最本质的 证明题往往是它 这一条是好用的 一旦有重根 大家去检查 这个地方成不成立 就是这两个 这个等号到底有没有 N减这个字 到底等不等你 好 这是两个重样条件 还有两个充分条件 第一个 如果A有N个不同的特征值 这是不同 如果它有N个不同的特征值 大家背那个结论呀 特征值不同 特征向量怎么样 是不是就已经无关了呀 你N个特征值都不一样 是不是这N个特征值 多应的特征向量 本身就无关了呀 所以是不是就已经有N个 无关的特征向量呀 所以只要特征值不同 一定能对角化 注意是单箭头 是单箭头 因为你即使特征值有重根 按照第二个定理 是不是也可能对角化呀 所以反对不行 还有一个 A是对称真 实对称真 实对称真 一定能对角化 为什么不加证明 直接用 所以这个地方 能不能对角化 就形成了两个冲药 两个冲分哈 两个冲药条件 两个冲分条件 那么在咱们教材上 咱们看一下 就是125页 定理四和推论 定理四就是我们的第一条 推论就是我们的第三条 只不过书上面呢 没有没有把第二条 完整写出来 第四条十对称 它放在了第四节里边 第四节里边就是 十对称一定能对角化 这条结论 咱们把它通通都写在这个地方 所以以后呀 人家问到你 能不能对 一个矩阵能不能对角化 马上反映出这四个理由 两个冲药 两个充分 尤其是什么 这一条哈 这一条一定要掌握 有重根的时候 就得谨慎了 可能能可能不能 那大家回想一下 拿到一个矩阵 能不能对角化 应该先从什么入手呀 是不是应该先检查 是不是对阵阵呀 如果是对阵阵阵 是不是下检论能对角化呀 其次检查什么呀 检查特征之有没有重根呀 如果特征之没有重根 是不是下检论能对角化呀 好第三步 是不是如果特征有重根了 哎 那就有问题了 有重根的话 是不是可能能 也可能不能 到底能不能 看谁 看这个等号成不成立 就是一般按照这个顺序来呀 是由最下面往上来分析 比如 看一道题 丽丝这个题 很全面了 书上没有这道题 咱们拿过来重新来看 说下列矩阵中 不能相似对角化的是谁 看A行不行 大家看A A矩阵是什么呀 是不是典型那个实对称呀 看 是不是对称阵呀 他跟他对应 是不是他跟他对应 他跟他对应 所以A是对称阵 下截论 是不是一定能对角化呀 做完了呀 好 咱看B矩阵 B矩阵不是对称阵呀 但是什么呀 是个上三角呀 上三角下三角 特征这就是什么呀 主的叫元素呀 所以特征值 Lamta1等于1 Lamta2等于2 Lamta3等于3 是不是特征值全部一样 下截论 能对角化呀 所以A和B就这样 用这两个充分条件 很简单说完了 咱看C和D C和D呢 C是1-21 2-42 1-22 还有这个D 什么2-12 5-33 然后-22 它们两个 是不是就麻烦了 首先不是实对称 其次特征值 你也不能直接看出来 那怎么办呢 分析一下 比如对C矩阵 对C选项 那咱算特征值吧 Lamta1-A的行列 是等于 那C选项 就是Lamta-1 然后这是2 这是-1 然后呢 这是-2 然后呢 这是Lamta加个4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2 最后一行 这是-1 这是2 这是Lamta再减个1 好了 是否又是出现了这种 还有Lamta的这个行列 是否通过加加减减 做出两个0 来咱们试一下 它怎么做 尝试做一下 那你比如说 你是不是可以拿这个-1 来去销这个-2 可以 或者拿这个什么 拿这个-1销这个 都可以 随便试一下 咱们就试一下 比如说我拿这个-1 来销这个-2 那就是把第一行的什么 是我把第一行的 这个-2倍 应该是-2倍加过来 好 那写一下 第一行-2倍加过来 -2这就正2了 加过来就0了 好 -2倍的话 -2倍这就是-2Lamta加2 -2Lamta加2 再加个-2 第一行不动 第一行不动 是不是Lamta-1 然后是-2 然后是-1 好 -2倍下来 -2Lamta加2-2 那就剩个谁啊 剩个-2Lamta 然后这个地方 -2倍的过来 那就变成谁了呀 -4那就剩个谁呀 剩个Lamta 应该这样说 然后这个地方 -2过来就变成0了 变成0了 然后这段是-1 这是2 这是Lamta-1 好了 做出一个0了 然后大家看 这一行是不是有个供应子呀 是不是这个-2Lamta 和Lamta 是个供应子呀 所以是不是拿第2列 2倍再加过来 再削成0啊 再削一次0 好 再等于 好 第2倍 2倍 2倍过来 那就是2倍的话 这就是4了 4过来呢 是不是Lamta加个3了呀 2倍过来 那就是没有了 2倍过来 那就是3了 然后这段保力不动 这是2 这是Lamta 这是2 这是-1 这是0 这是Lamta-1 所以写成它了 你看 是不是做出两个0了呀 然后被展开公式 按照这段展开 那就是Lamta乘上 滑在这一行 滑在这一列 剩下四个元素 就是一个呢 就剩下它了嘛 一个是Lamta加3 然后呢 一个是-1 一个是3 一个是Lamta-1 是它 好 等于Lamta倍的 那这地方成 是不是Lamta的平方 然后呢 应该是加3Lamta 减Lamta 是加2Lamta 加2Lamta 然后呢 再减个3 减个3 然后这个呢 应该是加3了 再加个3 所以最终等于多少呢 三大底调 Lamta提走 是不是Lamta方倍的 Lamta加个2呀 它等于0 所以推出 特征值 Lamta1 等于Lamta2 等于0 然后呢 Lamta3 等于负2 好 那这都做完了 好了 三个特征值 那你看 是不是有重根了呀 有重根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能 对讲话 也有可能不能啊 能不能 是不是得想要 二重根 得有两个 现象无关的吧 好了 我问你 0特征值的特征 相当谁说了算 是不是由这个方程组 说了算呀 Lamta1 等于Lamta 等于0 它的特征相当量 谁说了算呢 是由这个方程组 叫0E-A 那么0E-A X等于0 也就是谁呢 也几 就是由AX等于0 是不是由它提供呀 它说了算呀 它来提供 它的特征相当量啊 那我问你呢 AX等于0 它能提供几个 是不是它能提供这个 N-A个呀 好 N是几 3A呢 大家看 这个是C哈 这是0E-C 就是CX嘛 C选项嘛 这是C 大家看 这个C的质是几呀 C的质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是不是都称比例呀 是不是可以把 2三行都称为0啊 所以C的质是1 那C3-1呢 等于什么 等于2呀 那它等于2 是不是表明 这个方针组 能提供两个呀 能提供两个 是不是刚好答得要的呢 你想的就是两个呀 它能提供两个 你想的那是两个 这话等号的呀 所以怎么办 故C能对角化 所以C也是对的 能对角化嘛 那排手法就选择D了嘛 你可以验证一下 D选项 它也有重根 但是呢 它那个二重根 只能对出来 一个无关的特别加量 提供不了两个 提供不了两个 所以它不能对角化呀 所以这个提供 这四个选项 一定要搞清楚 面对一个举阵 能不能对角化 从什么地方入手 先看是不是对成阵 再看特征值有没有 是不是都不同 如果有重根 赶紧检查 它提供的数 跟你想要的数 能不能画等号 画等号 能对角化 不能画等号 那就不能对角化了呀 这样说 好 这是咱们谈到的 这个关于能不能对角化的问题 那么在咱们教材上翻 教材上 一百二十七页 一百二十七页的例十一 大家看这个题 例十一 是否同样考大家 给出一个举阵 里边有个小参数 T不知道 问T什么时候能对角化 以及T什么时候不能对角化呀 是否由特征值入手呀 首先它不是对称证 其次特征值 你不能一眼看出来呀 它不是上三角呀 也不是下三角呀 怎么办 是否大家老老实实给我 这个算特征值呀 但这个题又偏简单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特征值的行列是 它本身第二列就怎么样 第二列已经是两个零了 发现没有呀 它不用像我们这个题 再加加减减了呀 所以这都偏简单了 所以按照第二列展开 是不是得到Lamta的方程啊 所以得出Lamta一 Lamta一是负一 Lamta是正一 所以又有重根了 是不是一是个二重根呀 那一是重根 能不能对角化取决于什么呀 是不是取决于 它提供的先行无关的层能降量 得达到几呀 达到二呀 是不是那个 就是这个数呀 这个N-RC应该等于二呀 所以这家书 慢慢的定出这个字呀 你看咱们书上写了一大堆嘛 慢慢的把这个T定出来了 T等于负一 所以这样来呀 所以咱们教材上 例十一这个题 大家把它自个做一下 通过它再来熟悉一下 有重根的时候 什么时候能 什么时候不能 包括例十这个题 例十这个题呢 它也是偏简单 为什么 因为这个A矩阵 已经那一第二行 有两个零了 它又不需要你 做这个变换 加加减减做出两个零了 所以A矩阵 同样跟例十一一样 一下子就把三个特征 都求出来了 琼花之后发现怎么办呢 有重根 有重根 第一位 能不能对角化呀 那有重根就 有可能能 有可能不能啊 能不能去检查呀 检查那个提供的 跟想要的能不能化等号呀 所以大家把例十的第一问 能不能对角化 跟例十一这个题 这两个题放在一起 来重新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对角化 这两个题看 作为大家复习这个理由的两个作业题 把它看一下 好 这样呢 咱们就把一个矩阵 能不能对角化 跟你说清楚了 但是呢 还有一件事情 咱们没有细说 没有谁呢 你看这个地方 咱们重新是研究的 矩阵A和对角阵 能不能对角化 但是呢 咱们没有说谁呢 看这个地方 咱们并没有过分的强调 这个A和B相似 A和B相似的话 这个地方怎么判定 当然这个B不是对角阵 那B不一定是对角阵 那你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这个问题考研 这两年也在考 2014年是个大题 让我们证明 两个矩阵A和B相似 而他们两个都不是对角阵 但这种题考的少一点 我们重点的重点 是研究的 这个A和对角阵 能不能相似 是这种问题 但是这两年也在考谁 也在考A和B相不相似 那怎么做呢 对于这种 A和B相不相似的题 大家能做两种类型 第一种题 做选择题 排除法的题 看什么呢 看这个地方 用这个性质来做排除 做排除 A跟B不相似的题 什么叫排除呢 大家知道 A跟B相似 是不是有行列式等 有志向等 有特征的相等 有志向等 反过来 如果两个举这A和B 你发现他俩的行列 是都不相等 下结论 是不是不相似 如果发现他俩的 对角线相加都不相等 下结论 怎么样 是不是还不相似 或者发现特征 对方的题 正面题 那如何从正面说 A和B相似呢 怎么证它俩相似呢 如果从正面说的话 大家只能做这种题 什么呢 只能是这样来证 A跟对角阵相似 并且 B跟对角阵也相似 于是推出什么呀 于是推出 于是推出 A跟B相似了 当然都相似于谁呀 相似于同一个对角阵 我们做正面题 你只能做这种题 A和对角阵相似 B和对角阵相似 那由于传递性 所以导致 A和B都相似了 这个地方就是 2014年 我们数一 数二 数三 11分的正面题 就这种题 那当然还有这种题来呀 是不是说 A和对角阵 它不相似 那并且 这个B 也和对角阵不相似 那照样怎么样啊 它照样有可能 A和B还相似呀 它有可能的呀 它这种题 我们不要 这种题做不了哈 这种题你做不了 你不用管这种题 基本上你做不了哈 就是目前考研的范围内 这种题呢 是很少 几乎是没有的 你能做的 就是这个地方 用谁呢 用对角阵来搭个桥梁 大家想 A和对角阵相似 我们是不是会判别的呀 能不能相似呀 B和对角阵相似 我们是不是也会判别的呀 所以这两个环节都会了 就是谁呀 就咱们讲的 这个重点说的呀 重点说的呀 A和对角阵相不相似的 这几个理由呀 所以用这些理由 来帮我们回答 A跟他相不相似 B跟他相不相似 都相似的 传递一下 A跟B就相似的 就说完了 下面这种题 你先不用管啊 所以记住吧 A和对角阵相似的 怎么做 难点 难点 就理论性比较高 把他终于结束了 就是对角阵 A和对角阵相似 怎么判别 一定得会 我讲了一个题 四个选项 留了两个题 例十 第一位 例十一 这两个题 然后还额外延伸了一下 A和B相似 这种题怎么办 也是两种题 一种题是排除法 一种题是直接法 好了 这样说完之后呢 大家再想了 如果按照这个 对角化的观点 如果A和对角阵相似 按照定义是什么呢 是不是说 存在着一个可逆 可逆矩阵P 被定义啊 矩阵P 使得什么呢 使得P逆AP 等于对角阵 如果A和对角阵相似 被定义 就是他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可逆矩阵P是谁啊 他是谁啊 他是谁啊 还有 这个对角阵又是谁啊 这两个东西是谁啊 有没有规律啊 如果有规律 怎么找这个规律啊 他到底是谁啊 这就是咱们下一个要谈到的 在能对角化的时候 这个P是谁 这个对角阵又是谁 怎么去求这个P 怎么去求这个对角矩阵 好 这个问题 咱们留在下节课再去谈 求P和求对角阵的问题 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暂时 讲到这个地方 好 好